电视剧往往一拍就要几个月 中间对自己的管控稍微松懈的话 那就会变胖 在剧中就会连不上戏 也或许观众会亲眼看见 演员的变胖时 美食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 就连综艺中的固定嘉宾 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今天我们的电视剧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拍摄过程中突然变胖的明星 彭于唱自从参加了向往的生活 真的胖了很多 还因为发浮照上了热搜 之前的颜值虽然不能说惊艳 但也是360度无死角少年 结果参加完节目的彭于唱 就变成了360度无棱角少年了 彭于唱的发浮和黄老师精湛的厨艺 是密不可分的 黄老师的做饭到底有多好吃 看彭于唱就知道了 干了那么多活 体重都没有减下来 还一直飙升 彭于唱真的是一个 很让人喜欢的少年 就是真的不能再胖了 不然就真的接不到吻戏了 同样是综艺中的常驻嘉宾 易烊千玺参加朋友请听好 录制期间胖了十斤 以前的易烊千玺脸部轮廓 看起来非常明显 一股易大佬的气息扑面而来 胖了之后的易烊千玺变得更加可爱 仿佛装了大头特效一般 节目中我们也逐渐发现 易烊千玺更多可爱的一面 春节期间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弟弟很久没有上班 难得在家里休息 吃爸妈的饭菜 长胖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在这个举国增肥的时期 胖的应该不止千玺一个人 尹正出演的 并编不是海棠红 刚开始的时候 尹正穿上戏服 因为瘦弱 看上去还有一点病娇美 化上妆 很多网友说尹正 有点张国荣当年的感觉 但是在拍摄过程中 他胖了 尹正小哥哥 是在用实力告诉我们 他在剧中 吃的每一个肘子 都不是无辜的 网友开玩笑说 电视剧又名 三一边不是肘子油 小编只想说 网友都是人才 另一部电视剧 锦衣之下的人家伦 也是突然变胖 前妻还是霸气侧漏的锦衣卫 看着脸部轮廓 就给人一种 老子不好惹的感觉 帅气的公主豹 送完药 就拂袖而去 还有牢狱 审讯犯人 都是帅气的那个佳伦 后来 他因为被人下药 变成了呆萌可爱的 陆八岁 虽然最终失忆好了 但是看上去 还是呆萌的感觉 再也回不到 以前那个冷峻的路易了 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 大人情度初开 对惊吓特别宠溺 另一方面 就是任嘉伦 后期胖了 看着小脸 被惊吓捏起的时候 都是肉堵堵的 人家彭于唱 发福是因为身边 有黄小厨照亮 易烊千禧发福 是因为疫情 在家里待太久 饮症发福 是因为肘子 太好吃 你们说任嘉伦 这突然发福 是因为什么呢